为了让民众欣赏到难得的艺术创作 文化局特别邀请到艺术家王凯赫的族裔作品 以知足心意前来文化局族裔博物馆参展 一件件琳琅满目又颇具巧思的作品让人眼睛一亮 从传统族裔结合现代绿能环保的运用 充分展现创作者的自信与艺术内涵 文化局表示 艺术家王凯赫老师创作理念 乃觉察生活觉知生命从新出发 以意为道 作品获得多场国内外连展与邀请展 其中创作作品《述说故事》 更是荣获2022年第五届纤维创作奖生活类优选奖 本次展出以竹为主要媒材 运用竹的环保绿色素材特色 突破传统对竹的应用刻板印象 以创新竹艺创作 探索与表现新时代竹的艺术样貌 文化局表示 竹在现金环境中已是健康及永续的象征 而竹艺更是南投县最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 优秀的竹艺家 从研创崭新的竹工艺产品 让最环保的竹素材广泛运用在日常生活 食 医 助 育 乐等实用功能 建议发扬竹艺现代美学以及生活艺术化价值 激荡竹工艺产业永续发展 文化局表示 知足心意 王凯赫创作战 展出时间从即日起到6月28号为止 欢迎民众踊跃前来参观 来一趟难得的知行之旅 记者蔡世奇 南投市采访报道 麻烦记得在格约拿款付锐